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贺 今天我来我的果园检查一下我的果 看长得怎么样 我发现我的果园里有一种植物 非常的新奇 跟着摄像机走吧 我带你们去看看 看 就是这种植物了 你看 它喜欢生长在湿地还有浸水旁 近距离的给大家看看 这种植物草的学名叫做节节草 我们这里本地的叫做节骨草 还有那个光棍草 你看它无发无果的 也无叶子的 所以叫它做光棍草 这个太不好听了 它的神器作用是在这个节骨草 它为什么叫做节骨草呢 它就像一根骨头那样 像我们小孩还有大人不小心摔跤了 这个骨头 手臂骨头脚啊 那个骨头断裂的时候 拿那个这个草药拿回去 混碎它 用那个高度酒 50度以上的高度酒拿来浸泡一天晚上 一晚上第二天就拿来敷放这个 这个咸处这个换处这里 它过一段时间经常的放 放了两三天再放药 它这种植物呢 还有一种名字叫做鼻桶草 你看它像鼻桶那样 是不是你看里面都是空的 一桶草 你看我再把它接起来 你看就像一根 你看就像一根原装的一样 一模一样 这种植物的用处好多 老货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喜欢老货的请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